我的每天的生活就是看来没看大 她是陈自明 自认也是一位上班族 只是她的办公室会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蓝天白云是屋顶 博光烈焰是地板 就连南台湾的艳阳天 也只算是常用的室内灯而已 羡慕这样的生活吗 好 出海湾咯 真的假的 是什么工作会把比基尼当成公司的制服呢 千万别想歪了啦 其实陈子明现在是在肯定的私人帆船俱乐部 担任船长一职 每天除了开着双品帆船之外 阿泽 我们准备下忙 好 收到 其他的工作内容 有时候还真是要穿上比基尼才行 因为在南台湾肯定 想要担任一位称职的帆船船长 不光是要告诉大家如何享受阳光 甚至有时候还要懂得主动出击 赤身的示范下 什么叫做海水正蓝 海水正好玩 肯定数十年不变 这些帆船 就是为了要让国人来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 他比较黑啦 有比较阳光型的女孩子 我相信他对于帆船 能带动享受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现在想想真的会蛮相信吸引力法则这个东西 就是那时候要离开之前 心里一直在想说 我希望我以后退休啊 或是老了之后 或是有赚到这样子的钱 我就想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就是每天可以跟大海围舞 然后看看蓝天 大海游泳 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就这样一直想啊想啊想啊想 结果我想到最后我要离开的那一天 我们公司的主任就突然把我拦下来 就问我说 哎 陈寗 我们这里还缺一个船长的位置 你要不要来这里当正职 的确在当上船长之前 陈子龙就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就因为一次拿下肯定的换速打工机会 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位漂亮的美年鱼 一般来说啊 大家会录用船长 或是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人 他们都会希望是有经验的 而不是像我这种就是都没有学过 然后也没有经验 甚至也不是相关科系 只是纯粹就是喜欢这边的生活 呃 这边的生活我觉得跟台北比起来 相对简单很多 哦对 我是台北人 所以我从台湾头跑到台湾尾巴来工作 我在这里存到的钱 比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 还可以多存差不多五千到一五万左右 可以回船长你看好不好 当位女船长好玩吗 真的是随时都有小确幸 我也是尽量的 汇物 我也是尽量的 我也是尽量的 我也是尽量的